大连病例5天破百,哄海物价除以重罚,11月8日零至24时,31个省自治区,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,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3例,无症状感染者46例。 自11月4日辽宁大连出现本轮疫情首个病例以来,感染者5天累计达100例。 有多位大学食堂员工确诊,大连市市场监管局8日对外发布,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,对于经营者捏造,散布涨价信息,哄台价格等,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,对于经营者相互串通,操纵市场价格,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,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根据近期疫情防控形势,为进一步维护市场价格秩序稳定,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,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,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诫函,就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全市各相关商品经营者。 告诫函指出,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,关于商品和服务,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,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。 等价格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,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,切实加强价格自律管理,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市场保工稳价工作,自觉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。 同时,经营者在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,应当严格依法明码标价。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,清晰醒目,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。 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,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